哈塞 你有打過工嗎 沒有耶 我都是想嘗試看看打工旅遊 感覺有得玩也有得讚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大家夢想中的度假打工 歡迎收看酷酷兄弟 那阿倩 我們今天要聊聊大家夢想中的打工 你有打過工嗎 在補習班打過工 補習班聽起來就很low好不好 就以前學生時期嘛 難免嘛 過程是不是 對過程 我們今天找來了兩位姐姐 漂亮的大姐姐們 來陪我們聊聊他們在國外 打工的工作 我嘴巴好甜喔 好 歡迎 哈囉 歡迎 鳳姐 歡迎司機 哈囉 好久沒有叫阿姨 叫阿姨立刻走了 姐姐 但剛剛叫姐姐心也是震一下 連不開始這幾分鐘 沒有要震一下 我們的年紀沒有差很遠吧 那怎麼會叫姐姐 她大概 姐姐啊 大概三十二 OK 那OK 這我看起來像三十二歲嗎 我知道丹妮表姐還有司機 你們都有在就是國外出國旅遊 然後還有一邊工作過對不對 有 對 就打工度假 所以丹妮表姐你是去 美國 美國 美國做什麼樣子的工作啊 我想 游樂園 游樂園 就是對 就雲霄飛車搭到包 不是吉祥物嗎 是六七嗎 沒有沒有 不是六七 是一個不是很有名的 就是美國當電動 可能就是小小小的六幅村這樣 所以是當 不是當吉祥物吧 沒有啦 我當年都五倍耶 那回來 因為回來胖十公斤 當吉祥物應該回來會受十公斤吧 所以是當就是 遊樂園裡面的售票員 還是裡面 沒有 非常無聊耶 游樂設施的一個管理員還是 沒有 因為很像那個士林夜市 是那種 你像花錢投籃球 跟那個套拳圈那個 對 我是那個那個關主這樣 就是那個關主 大家打敗你就對了 沒有 我不用剛剛比賽 他不用比賽 對 我只要收錢就換錢 我還以為是厲害到你去國外 沒有 我只在阿諾 我只在阿諾這樣收錢 我只了解 CC呢 CC是去 我是去澳洲跟美國 澳洲 澳洲 澳洲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真的真的 我知道最近有很多澳洲打工 那你是做什麼樣子的工作 我那時候是去那個 不是 我那時候去參加那個 世界上最棒工作的比賽 對 然後我們是去 南澳那個地方 然後我的工作就是 就是照顧動物們 照顧動物們 對 每天都在動物園 不是 是在山上 山裡面 所以不是野生的嗎 是野生的動物們 或是跳到水裡面那種 可是他們野生為什麼需要照顧 對啊 為什麼要照顧 對啊 因為應該是說 那些動物就是在 在這些地方 很少人會知道說 那個地方是需要被保護的 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是 跟大家講說 這個地方是需要被保護的 然後可能介紹他們的環境 所以可能你今天 去那邊參觀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原來這個世界上 還有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有點像是 林務局的導覽員 那種感覺是不是 概念式 他們看到你們不是嚇死 因為他們沒看到人類 對 因為他們 這是重點 因為他們是野生的 對 他們是野生的 對 全部都趕快跑走 不是 這就是重點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以為他們會 就是可能奪菜或什麼的 工作人員有安排吧 就是我們去的那地方 那些動物都是比較好奇的 比如說去那個 海獅什麼 就他們就婆媽型的就對了 婆媽 沒有 就他們就很想 跟你們打成影片就對了 對 他們是好奇寶寶 好奇寶寶是無限 沒有 我問一下 因為我有去澳洲玩過 但是我不知道要怎麼樣 要有什麼資格 才可以到澳洲去打工 因為應該很多人 想要擁有這個資格 其實現在大家都很常 很多學生畢業之後 都會直接去嘛 所以其實 它就是年齡限制比較基本 就是十八歲到三十歲之間 三十歲以後就不行 你三 你就是未滿三十一歲之前 就是譬如說你三十歲 第十一個月的 二十九天你都還可以去 報名出國 工資怎麼樣啊 工資 工資喔 其實 其實工資 應該是大家會想要去國外打工 像工資 美國應該也差不多吧 就是薪水都是我們台灣 大概 三倍吧 有嗎 可是澳洲比較好 怎麼說 因為美國回來的人 全部都窮到脫褲子 真的嗎 因為錢都花天酒地花完了 所以你那時候去的時候 也是學生時期的時候去的 沒有 就畢業去 然後我就一直就跟我抱抱 八十天借我十萬 我跟你講我還一定還你 要全數還你 結果回來我只剩下十五塊美金 等一下你不是去工作嗎 那我就花天酒地 就真的花天酒地花完了 所以澳洲可以存很多錢回來 真的 其實我沒有存到錢 沒有花天酒地花完 那美國的資格呢 因為剛剛澳洲應該是 十八到三十 那美國的資格也是一樣 就應屆畢業以前就可以了 也是這樣 這樣就可以出過 好像是學生 只要是學生身分都行耶 對啊 那澳洲不就好 澳洲不就好可以三十一歲的前面 對 是你們的英文都很好嗎 還是這有門檻是不是 有需要很好 你才能夠去打工嗎 沉思一下 應該是還好耶 我其實也不用 不用嗎 就基本的什麼哈囉 哈囉 好啊你 超多 超多 其實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英文超差 真的嗎 超差 怎麼敢 怎麼敢跟外國人對談 我第一次去是去美國打工 但是英文差到就是 我們那時候你們會面試嗎 你們那時候去 有啊 在台灣的時候要面試 對 要先面試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真的是 在趕那個期末考 所以我就沒有去面試 你知道嗎 那還可以去嗎 那還可以去嗎 然後就直接去了 然後他們就有所謂的 面試是覺得很像是那個什麼 推真入學的概念 然後 因為你如果沒有面試那一關的話 就變成你沒有辦法選工作 你只能被分發就對了 對 你就被分發 然後就隨便看它 會不會分到哪裡 所以你後來被分到 就被分到麥當勞 可是到麥當勞之後又有分什麼 前面收營的啊 然後還有後台 做餐的 對 結果老闆發現我 根本不會講英文 抓到了 他是怎麼被發生啊 那也只能專門煎漢堡的 對 我就專門煎漢堡 對 對啊 他就是 他就講了一堆啊 然後這樣 那我就 他講這句話我也沒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妳不是明白是什麼意思 對啊 英文真的是爛到 那我自己也覺得很誇張 但是其實還好 因為到那邊 其實同事們 我覺得跟台灣不一樣 就是那邊的人 就是他們非常非常地 享受當下的工作嘛 所以我們就會 邊做邊跳舞 所以你 就是你聽不懂他們講話 就是他聊 對 你就邊煎 然後邊抖這樣 快樂比較重要 對啊 所以你們 所以你們去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們是有寄宿家庭嗎 還是自己租一個地方 我住宿舍 宿舍 我們是 第一次是住老闆家 第二次是住宿舍 老闆家 感情可以好成這樣子的嗎 不是好外嗎 就是老闆 就是他還有個地下室 聽起來好像是你知道 很奇怪 越來越奇怪 對 突然越奇怪了 等一下 你老闆是正公嗎 還是黑公 正公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 他讓我們住他的地下室 但他就一直說 我們這邊是good area good area 但是就是我們就是睡得 我不知道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們那時候還覺得自己很幸運 住在豪宅 可是現在回想起來 好像最怪怪的 豪宅的 聽起來很奇怪 地下室 對 重點 聽起來超不妙耶 你知道嗎 但是其實滿好玩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發生了太多 就是差點把老闆家燒掉的回憶 因為就我所知 如果在澳洲打工 有些人是 他們的度假 度假打工是這樣 就是他們先到一個州 一個城鎮裡面 在這個城鎮裡面 大概住大概一個月 他就會換到下一個城鎮 邊玩 然後在那個當地找工作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們有這樣子的經驗過嗎 就是這樣一直換 然後慢慢 他應該有 慢慢換到下一個城鎮 其實我去澳洲打工 就是為了去參加 去參加那個比賽 就是那時候辦那個打工簽證 就是為了去參加那個比賽而已 那個比賽到底 你可以解釋一下 那比賽到底是 為什麼打工 就不像當你表姐這樣 直接去美國 就可以直接打工 為什麼還要去參加 對你們好嚴格 澳洲什麼還要比賽 應該是其實說那個比賽 它主要是要推廣澳洲的那個觀光嘛 所以它希望大家透過辦這個 這個簽證的時候 去那邊參加那個比賽 可是這個比賽主要目的 是要吸引大家去澳洲玩 所以它就是辦一個 世界上最棒的工作 就是它也是個也是 等於是你要去找工作 只是這個工作是在你出發之前 就先徵選好的 然後它會給你一個非常非常 非常優渥的薪水 然後去做一件就是 你根本不是在工作在做事 譬如說我那時候 我們去照顧動物 然後如果你跟 你剛好是很喜歡大自然的人 你可能就每天都可以 跟動物膩在一起 就每天都可以 因為牠們都野生人 對啊 牠們有很多動物嗎 就是那時候很開心的是那個 就是我們跳到水裡面 然後全部都是海獅 海獅 我又把你吃了嗎 海獅很溫馴 真的嗎 那不是很大隻那個 當然是那個 我們是挑季節性 譬如說如果你去的時候 剛好是他們在那個 好開心 就不對 就不對 很容易講 全部抓走就對了是不是 對 就是我們 當然他們還是會安排過 可是我們是海獅啊 或者是五味熊 五味熊 就很危險啊 澳洲五味熊 真的嗎 對 然後我們工作就是抱牠們 你知道就是 我知道你們尊少沒個性的動物下手 對不對 是不是內心都沒 都沒個性的動物 像是什麼獅子啊 老虎那種 那種 那刺蝟有個性嗎 刺蝟也還好 刺蝟本人應該還好 可是牠如果生氣的時候 會這樣子 那妳們也跟牠有呼吸嗎 沒有啦 刺蝟不能 就是其實真正的延伸 我們是沒辦法 就不能一直這樣 就是其實我們就是 靜靜的看著牠們 那妳就沒有照顧 妳不是在照顧嗎 我知道 那就是Sara 工作內容就是 有動物 然後所有人站一排 有動物 你們就開始騷擾牠們 然後看牠過去 這樣有照片嗎 騷擾牠們的照片 等一下 那妳看起來不上去工作 妳知道嗎 就是 因為牠就是說 最爽的工作 所以其實牠不能叫做工作 就我們的工作 其實就跟牠們玩而已 其實是邊玩邊這樣子的感覺 都有人浮誇了一下 牠們就浮誇了這件事情 對啊 然後或是這種東西 那是蛇嗎 是蛇 這有個性吧 這個牠有個性 有啦 牠有點個性 對 所以妳那時候是去多久 去工作了嗎 我那時候去 我看牠這個比賽 那時候是去一個月而已 一個月 對 我真正打工 在其實去美國 可是你們比賽標準是什麼 就是 哪個動物 開始玩得比較開箱 你知道嗎 到時候會聚集一群野生動物 然後大家開始挑 自己的動物 就往那邊跑 白線公主 一唱歌動物都來 可是其實真的滿好玩的 因為那時候 遇到很多你平常 我們距離去打工 可能沒辦法遇到的東西 不一樣的人就對了 那我想問問看表姐 妳在國外 當然也遇到這麼多人 有沒有什麼異谷戀情 兩位姐姐這麼漂亮 相信妳 我跟你講 就是妳知道 不管是女生還男生 妳就是只要打工度假 我跟你講其他重點不重要 就是很可能是妳人生當中 就這麼一次 我跟你講 真的嗎 我跟你講什麼打工都這樣 重點就不重 不用聽我的演講 我跟你講女生就出國前 準備個五透性感內衣 都不為多 男生就準備個好 現場買 我跟你講 當下買的東西 對 現場 因為美國人都要剌咪咪的 所以西餐好吃嗎 西餐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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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人生吃過一回回來 就可以唱休息 因為台灣很多人真的想吃 不管男生跟女生都吃 我跟你講真的 對啊 妳有沒有吃過 她有差點沒有吃 妳在國外的時候 問題還在問完 因為沒吃過 所以她覺得很愛傷 其實我有在表姐的這個 網站上面有看到 就妳曾經有因為跟這個 遊樂園老闆一起出去 然後聽說玩 沒有老闆 不是老闆 還是就是 畢業無事啦 滿不錯的 玩過超多超多雲霄飛車 因為就搭到飽啊 真的是 我覺得原本很怕 然後後來因為妳在那邊工作 妳就搭到飽就是妳不怕了 真的嗎 對 妳們怕雲霄飛車嗎 外國妳有做過什麼 讓妳印象最深刻的雲霄飛車嗎 還是已經無感了 可是不是我們公司可以 就是她那個是在那個六旗裡面 然後她那個雲霄飛車是倒推路上去的 倒推路上去的 就倒推 就被糕點才往下掉嗎 它是倒推往下掉嗎 對 所以妳不知道 所以妳不知道什麼時候倒推上頂 好害喔 然後我們就說 黃少偉隊什麼時候都 然後我們就倒頂 然後就往上倒再衝下去 對啊 真的很有才華耶 感覺很恐怖耶 因為在台灣能玩到雲霄飛車種類 其實有限 而且斷軌啊 對 斷軌啊什麼G5 而且還要排隊 不能看不起 反正我們那天上禮拜去 兒童樂園就吐了出來 我們去那邊住過 住過大大小小無數個回來之後 那種咖啡杯杯真的是 真的是不太適合我們這種 台灣的咖啡杯有名的啊 對 我跟你講真的 真的吐得出來 我在藐視進去然後吐得出來 還有什麼八角章魚爪之類的那種 對 不要藐視台灣的同樂園 真的很可怕 我現在已經開始有點暈暈的感覺了 對 老外雲霄飛車真的在拚恐怖 還有站著的 而且他們還有在拚那什麼 站著什麼 世界上最長的雲霄飛車 對對對 還有什麼最快的雲霄飛車 他們各種破紀錄你知道嗎 就高低 高低落差最大的雲霄飛車什麼類的 我那時候也有去那個 美國的遊樂園打過工耶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 他那個遊樂園是號稱最老的 最老的遊樂園 對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 你被聽到 對 因為聽到鬼 他是有名的嗎 他滿有名的 因為他真的很老 都電影運星啊 老到粗名 對 因為他就是他的那個 你知道雲霄飛車 現在不是都那種鋼架嗎 他還是木架的 木架 就是還真的很老那種 滿恐怖的 所以你坐上去的時候 錢有緊張嗎 你有覺得他很危險 因為我們也是在那邊打工 所以是做就是吃到飽的概念 對 所以就是 玩到最後一開始會 玩到最後應該就是還好 所以你們在去之前跟去之後 你們有覺得 跟想像中的有差嗎 就是跟想像中自己 想要做的 做的是 沒有 我跟你講 美國就跟如同電影演的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嗎 就九十 美國人生 對 九十肉靈到底 對 九十肉靈 每天都在上演美國拍 沒有 真的 真的嗎 就是每天下班 你知道下班 然後制服都還沒脫 然後宿舍都已經音樂 都在派對 你知道嗎 真的 你就趕快要衝去洗澡 然後拍出來 就是一定要拿杯酒 就是他還來 對 就這樣 對 所以澳洲也是 其實 我覺得應該是西方世界 都這樣子吧 就比如說我會推推車 去買吃的 然後我們可能 就一開始可能都會 跟亞洲人一起 可能就是我們就會放米啊 菜啊 然後就發現歐洲 他們那一攬 全部都是酒跟起司 對 就只有酒 還有肉 有大量各樣的酒 對 就是 對 派對的時候 電影沒有騙人 真的 所以你們去那邊 也可以很融入 很融入他們的生活 是很融入 因為台灣沒有這機會 台灣怎麼可能就下班之後 就是一個地方 已經開始音樂那麼大聲 在等著你了 那你們回來之後 不會覺得不習慣嗎 還是你們會就很有 繼續在台灣開發 大概... 大概萎靡了大概一年 就 就心情不是很好 對 大概萎靡 回台灣就要振作 對 就會萎靡一陣這樣 真無聊這樣 我不知道 因為你去國外很容易 就是太陽很容易 大家就很喜歡曬太陽 所以你可能穿著比基尼 就會去 就是 就躺在草邊 草地上 或就去超市這樣子 所以你就一直 等一下 你剛剛說穿比基尼 躺在草地上 然後又走去超市 對啊 超市 因為那邊 他們非常喜歡曬太陽 所以你不至於在那邊 你就會習慣天天都要曬太陽 所以你就穿比基尼去頂好這樣 類似這個概念 你要去買杯水嗎 你就會穿著比基尼 而且是也沒有沙龍這種東西 你就是走進去 然後買 就大家都這樣子 好嗨喔 好嗨喔 所以回來會有一陣子 你就會 想要穿比基尼去頂好這樣 不是 然後走出家人 然後準備要逼門 不對 我怎麼還穿著比基尼 不是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就是 剛回來然後我就 就是很 台灣就很熱 你知道因為外國天氣比較冷 比較乾冷 那回來就很熱 所以我就穿著比基尼在家裡 然後去曬衣服 在陽台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 就是有其他的住戶上來 就想說 這女人是怎麼了 然後後來又有郵差 後來我就直接走下去 我完全忘了這一次 她還想說 這個到底怎麼了 看到了什麼 好仰眼的東西 她今天整天大概都很開心 你知道嗎 然後我朋友來說 你幹嘛穿這樣 我才發現 好像是應該要穿一點的 對 因為那時候 因為老位他們每次打招呼 的時候很愛擁抱 所以我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我去看到人 然後很久不見朋友就要抱一下 他們覺得說你幹嘛 嚇到 對 他們就說你幹嘛 少來 少來這一套這樣 他們就說少來這一套 越來越上外國人 所以你們今天帶來了兩本書 是不是 這是在講你們出國的故事嗎 還是 可以先 分享一下 你先 我裡面只有一部分是而已 就講在美國打工的 但只有一部分是 那可以介紹一下你的書大概是 可以講些什麼嗎 那一部分 你說那一部分嗎 我有看你那個媽媽沒有看完對不對 我們現在 對 我媽媽沒有看完我的書 我媽媽說還看不完 真的 我昨天的時候有看了一下 你媽媽在說什麼 對 我跟你講 因為我這本書裡面有寫到一個人 那個人是哈薩克人 然後他當 哈薩克 對 哈薩克人 他們講的是鱷魚 然後他們講的是中國人那邊 對 然後 因為那時候他在我們心目中 非常帥的一個人 那因為他有很多行為 就很紳士 我跟你講 要吃鮮肉 真的要趁早 再次 再次提倡就應該要出書 因為我是已經八 九年前去了 因為我還有他FB 但是你就看到他近年來 就是完全性也發福15公斤 然後你就天啊 當你沒有吃 外國人好像都是這樣子對不對 到後來開始吃什麼 漢堡可樂 然後開始 我不知道哈薩克他們吃什麼 他們可能直接喝石油 我不知道會胖成這樣 因為他石油系的 對 他練石油系 所以這是你出的 叫丹妮表姐星球是不是 對 裡面有一part是美國打工 其他的拉賽 那CC呢 我這個裡面就是 也是有一part是美國打工 有一part是澳洲 然後有一part是人家那個比賽的 基本上就是人生啦 就把人生放在裡面 出去玩那個 出去玩的故事就對了 對 就是集合很多 那時候發生 就差點把那個雇主家燒掉 寫在裡面 我覺得 然後在節目的最後 有沒有什麼東西 什麼話想要 可以告訴想要去外國打工 度假的年輕人 有什麼話可以跟他們說 建議 對 不要猶豫 就是你剛剛那些 我知道 對 想吃什麼肉 趁現在 對 就吃吧 對 我們知道了 對 就知道 我們收到了 誰是CC 我的 怎麼辦 我好像跟你有點像 不要把 就說實話 不要說實話 我們是說實話而已了吧 我跟你講那種演講 都不用去講 因為你 對 你講出來告訴你這個 我還要演講嗎 你又要在演講講這一 part 但是標題是想吃西餐嗎 對 應該是說你去國外說 你真的會有一種 就是你會把那種過去的 自己先留在台灣 然後你就 沒有 那如家文化 就先放在這 對 就留在台灣就好 全新的自己 全新的我 這是全新的我 對 好啦 謝謝兩位子杰 來到我們的現場 謝謝 心又揪了一下 好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一集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九下講個喜歡 在九下講個訂閱 所以這邊的頻道 其實跟這種片段的動態 我們下集再見囉 See you guys Bye Bye 來囉 現場準備計時喔 來 上學一 二 哈 切